魚缸的主角不一定是魚 水草的造景設計其實都是藝術 最近一個香港人 就奪得國際水草造景比賽冠軍 又陳淑儀說 十幾種長短不一的水草 浪草、皇冠草 擺放在不同位置 好像盤景一樣 小魚小蝦穿插其中 但其實水草才是主角 一些有景水草 故意生在水面 帶出一個線條強調水流吹 再加上木架 就增加了整個構圖的動感 還有一個壓迫感 好像想爆發一樣 做廣告出身的周維新 研究水草造景已經十年 他就是憑這個叫蒼囊嶺的水草造景 表達自然的閒味 奪得國際水草造景比賽冠軍 他說水草造景是活的藝術 可以令人減壓 但要用心栽種 在旺角有專賣水草的店舖店主說 近兩三年 越來越多人對水草有興趣 全世界都有上萬種水草 你可以在街上找到的草 變成了不太多 所以下來買的人 其實很多人想買一些特別的品種 店主又說 如果剛剛學水草造景 沒有太多的設備 可以選擇比較粗生的水融 無線電視機者陳淑儀報導 電力方面 預測有幾陣驟雨 日間部分時間有